一件衣服可以反映時代的技術 就是布料一直在改變 一直在找新的方法 對人的身體有什麼好處 或者為什麼要發明這些布料 不同年代的文化是會影響時裝 或者時裝影響文化 大家一起建立下去 這個展覽是時間來的 就是這麼多年來 你看到的東西 怎麼可以代表以前的衣服 或者以前的繪製 可以一定會吸引每個年代 V&A有一個長的歷史 在作為例子製作的建築 提供給製作者的資源 這就是一個關鍵的主意 由於1852的建築文化 由於Prince Albert和Henry Kold Garments have obsessed wearers, designers and makers 所以它們為了很重要的 所以它們為了很重要的 為了很重要的 為了這麼多人 所以很重要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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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在這裏 這裏的建築文化 提到這裏的故事 發展的故事 發展在英國和France 從中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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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60的 我們最初的部分,那是白衣服從1840年代 我們有廣角的尺寸和尾巴的尾巴 非常適合於這個早期的時代 《Sparking Imagination》是非常基礎的這個展示 我們在K11的隊伍帶來一些精彩的設計師 創造新興奮的新的看法 基礎品牌由《V&A Fashion Collection》 我們找的設計師 它們會引起任何他們選擇的時代 V&A從18多年到1954多年 隨便選擇去引起他們做的 因為它們不同的地方 例如上海、日本 有它們自己本身是文化 看它們為日本人或上海人 它們如何引起和做什麼出來 作為商人和工人的衣服 他們可以做出的像是用來的 而他們不可能提供的 以外品質地和風格 新的衣服都會發生在世界上 新的衣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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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的衣服